媒體說這個兇手在開槍前有去砸了林德府委員的車 這是事實嗎? 這部分我不曉得 媒體說兇手在行兇之前還跟總幹事有聯絡 而且在事發之後還陪著兇手以有人身份陪著他去應訓 有這個事嗎? 這我不曉得 那你到底曉得什麼? 奇怪啦,你也跟我一樣都是靠媒體知道 我只能了解一個大概狀況 那些細節部分當然是要承犯兩官的責任去牽討 好,那麼你告訴我們現在最關心的一件事 就是現在有很多人都跳出來說兇手是衝著他而來,不是連勝文 洪修諸委員也這樣說 今天也算是大條新聞 說我原來兇手不是衝著連勝文是誤殺的 這是事實嗎? 這我不清楚 但是我相信講的官員會針對各種可能性做清查 那到底你們現在掌握的兇手 從後面去抓著連勝文然後開槍 到底他的目標是不是就是連勝文 這個部分我沒辦法回答 為什麼? 因為偵察不公開 那你說你要用警察長的身份來這邊跟我對話 你現在又... 這是委員要求的 不是我... 你說同意的我同意啊,你說好啊 你也是用警察長的身份 但是檢察長真的也不能違背偵偵察不公開啊 到底他的對象是誰啊? 我不清楚 他打到誰啊? 打到連勝文 連勝文 你洩漏啦 那偵察不公開 另外還有一個黃先生 你洩漏啦對不對? 沒有洩漏 因為是大家公開的事實 什麼時候公開的? 大家都知道 什麼時候公開的? 你們都還沒有對外公開相關的證據啊 因為那天電視就已經播放了 沒有啊 我沒有看到槍手開槍的那個瞬間啊 沒有耶 你有看到? 你是看錄影帶的啊 對啊 你不是看報紙的啊 看電視的啊 因為這是大家眾所做的事情嘛 因為連先生也送到醫院去了嘛 我知道他受傷了 對 那林德虎是說 這是可能被鞭炮 原以為是被鞭炮打到的 被槍打到跟被鞭炮打到 那個槍打到 你有沒有打過槍? 沒有 你沒有打過槍 被槍打到是會噴血的啊 因為我知道他是短距離的 他是底 短距離一樣噴血 血跡斑斑的 你看現場你看到錄影帶了嘛 對不對 血跡斑斑耶 我沒有看到血跡 蛤? 沒有看到 因為錄影帶沒有看到 那到底有沒有開槍? 你告訴我到底有沒有開槍? 應該有開槍 你憑什麼說應該有開槍? 因為我看錄影帶 你沒有看到血跡你怎麼知道一定有開槍? 因為畫面是對人 他不是對地面 唉 你知道齁 所以現在對象是誰也還不清楚 那你告訴我們不要相信媒體說的 那 國人 不要相信媒體對這個案子 所作異性 因為每個媒體它所報導都不一樣 那我們要不要相信 立委對外的這個說明 我不曉得 因為我不曉得 立委對外說明什麼 他們說都是衝著他啦 說這個怎麼樣 這個案子齁 我想齁 我也知道你大概不願意進一步說明 因為你越來這個 這個 這個 防衛心越來越重 沒有啦 我該講是會講 那沒有關係 反正我現在國人急需 急需要知道真相是什麼 沒錯 我也是急需要知道 蛤?你不知道真相? 我也急需要知道 因為剛才委員講說 你大致已經掌握你現在還不知道真相 剩下是動機問題而已嘛 剩下是動機問題而已 沒錯 剩下是動機問題 沒錯 你告訴我動機有沒有政治性 我不曉得 因為還在偵查中嘛 警政署長 第一時間就說 這個沒有政治的動機 這我不曉得 因為我沒有聽過 王署長講過這些話 那是不是在他講了這個話以後 啊? 就有人要去他 閉嘴 我不曉得 蛤? 我不曉得 我在懷疑就是你啊 怎麼可能 我沒那麼大啊 整個這個案子啊 我希望啦齁 你所謂的儘快 你是不是在這個巡打結束的時候盡快給我一個實現好不好 我這個我沒辦法給 因為我不是承辦人 蛤? 我不是承辦人 所以我說要部長來就這個樣子 你看 齁 市長來 市長 市長你你你你你你你現在是最大的啦 在場最大的啦 你做一個政策性的宣誓 請你做一個政策性的宣誓 多久可以破案 呃 報告委員 呃當然剛剛也 嚴警察長已經說明了就是 你不要管他說明他都沒有說什麼他還有什麼說明 檢查機關 你多久可以破案 檢查機關當然要盡速的去查明事實真相以後 呃 來 為四大 多久可以破案 檢查長要我們忍耐等待 不要相信媒體 不要相信外面名嘴亂講話 但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知道真相 但政策性你能不能壓一個十日 呃報告委員 法務部就具體個案沒有辦法要求檢查機關 一定要在什麼時候 你知道台中角頭被槍殺 你們是限期破案的 我們 你們給他限期破案 我們法務部 連勝文現在還躺在台大醫院 啊有一個人這個交槍殺死亡 引起這麼重大選舉 好的這個這個可能現在事後這麼大的一個紛爭 你現在還說你我無法給國人一個什麼時候被破案的一個實現 報告委員 當然這個偵查齁 要看證據調查的狀況 事實澄清的狀況 等到整個證據調查完畢 一個月內可以不可以 這個還要看 承辦檢查官 一年內可以不可以 事實上證據調查 一年內可以不可以 這個我也沒辦法答覆 十年內可以不可以 我相信 我相信 你這個會笑死的 我相信 兇手你也抓到 這個我們受傷的連先生他也可以講話 這個檢查長都已經證實了 製作完筆錄了 都可以講話 你現在要去查什麼 這個我們當然不願意去介入 但是你現在竟然沒有辦法給國人一個什麼時候可以破案 你你在幹什麼 我相信我們的檢查機關一定會盡快的來查明事實 你們的盡快是多久啊 我相信不會如你所講的十年一年 所以會超過幾個月 這個我沒有辦法保證 因為具體個案的狀況 你們部裡面有沒有為這個事件開過會 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這個具體個案 法務部一向就具體個案是不加以干涉的 那我們要你法務部幹什麼 法務部只是 把他們算算薪水 然後看看他們的 這個 這不會讓我們失望耶 法務部只負責檢查行政監督 就具體個案依照法律的規定沒有權利來干涉 檢查官才是偵查的 所以我要部長來就這個樣子 現在國人對這個事情已經演變成一種政治性的一種焦慮 再下去就會變成政治的對立 再下去就是一種很糟糕的一個社會 的一個互相不信任仇視 那你們身為法務部的這個政策的領導階層 你們竟然說我們無法給一個時日 我不知道你們還有什麼問題 報告委員我們只能夠請這個檢查機關 盡速的把事實 盡速盡速盡速 你知道施改盡速多久嗎 因為 施改盡速多久你知道嗎 我相信 施改盡速結果盡速了十幾年耶 我相信委員也了解 每一個個案的事實 一個月內破案可以不可以 這個我沒有辦法答覆說這個一個月內 會不會超過一年 我相信是不會 你相信不會說一年內會破案 我相信是不會 這會笑死人 這只是我相信 這會笑死人 這個是國際的大案件 國內現在最大的一個這個治安的大案件 也是政治現在可能最糟糕的一個狀況 這個隱信不拆除啊 這個社會永遠都是要看到一些檢查長 口中所說的不要去相信的媒體名嘴 不斷的在評論這個事情啊 你願意看到國家變成這個樣子嗎 我剛剛說明了齁 其實我們希望民眾大家理性的來看待這件事情啦 怎麼理性 不知道事情的狀況是怎麼樣怎麼理性 不要妄加猜測啦 就是我們希望社會各界相信我們檢查機關是非常公正非常迅速的在處理本案 我們會去要求 你知道現在民調出來狀況怎麼樣啊 七成以上的人已經不相信我們的檢調 呃 我們會盡速的 你知道這個調查結果嗎